疯狂英语创始人李洋与前期Kim的家暴离婚案近日又有了新动向 虽然今年2月法院已经判决两人离婚 认定李洋家暴行为成立 Kim获得孩子的抚养权并将得到1200万财产 但是李洋迟迟为履行判决 近日Kim在微博中透露她还在为离婚案忙得不可开交 称法院为了执行离婚案的判决 先这样卖掉她现在和三个女儿居住的房子不得不搬家 与中国法治体系打了两年多的交道 如今我还是捉摸不透中国的法律 8月30号法院准备拍卖李洋房产 9月13号我却成了要搬出自己家的人 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透明度不能保证公正与公道 但我要试一下 我的词典中没有放弃而自 除此以外Kim还在微博中曝光了李洋的短信 表示李洋每天都出狂言侮辱自己 实现其中一则短信中李洋写道 我们要去你家抗议 你自以为可以欺骗大家欺骗中国人 你这个贪婪的美国人 你玩弄中国媒体和法院 中国人太善良 让你这种人渣在中国混 除了大骂Kim为人渣外 李洋还有很多恶语相向 如今婚姻不在 就连最起码的尊重也荡然无存 东星娱乐整理报道